她一觉醒来 竟发现昨天死去的女友复活了 顿时吓得语无伦次 她不敢相信 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直到莎拉抱住了她 感受到了女友的体温 吉姆才相信这并不是梦 立即报警失而复得的爱人 时间似乎回到了两天前 吉姆尝试告诉女友 昨天她意外车祸 并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可看到莎拉一脸惊讶的样子 吉姆只好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莎拉像以往一样去做早餐 吉姆突然想起 昨天女友煮咖啡时烫伤了手 她赶紧冲进厨房阻止 却看到莎拉这次用了隔热垫 可没多久 莎拉的手还是被卷发棒烫伤了 烫伤的位置和昨天一模一样 这让吉姆非常恐慌 在上班的路上 吉姆想起莎拉会被人泼一身咖啡 看到有摩托车驶过 吉姆急忙把女友护住 可刚一转身 莎拉还是被路人撞了一身咖啡 吉姆瞬间意识到 昨天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 是真实存在的经历 只是发生顺序不同罢了 她急切地告诉莎拉 即将要发生的一切 莎拉不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害怕 望着女友的眼睛 想说出的话又压了回去 她只好告诉莎拉 一会上班的路上 自己的手表会不小心碰碎 为了打消吉姆的疑虑 莎拉决定陪她一起上班 可来到公司楼下 吉姆抬起右手 手表依旧完好无损 她这才放下心来 或许真如莎拉所说 只是巧合罢了 下班后 吉姆找到朋友倾诉时 却下意识地抓住了 将要打破杯子的台球 望着手里的台球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以像保护杯子一样 保护莎拉不被车祸带走 为了找到莎拉 吉姆匆忙搭上一辆出租车 但让她惊讶的是 此人竟然是女友车祸时的司机 吉姆感觉司机不是一般人 连忙向她询问 如何才能阻止悲剧发生 但司机答非所问 吉姆快要崩溃了 急切地想付款逃离 没想到司机却说 听到这话的吉姆 发了疯地寻找莎拉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她十分害怕 担心莎拉会有危险 不知找了多久 总算在好友的店铺找到了她 她要带着莎拉逃离伦敦 希望这样可以避免死神的降临 两人来到火车站 吉姆告诉莎拉 她想去哪里都可以 莎拉很快便买了票 当吉姆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时 这才知道莎拉最想去的地方 竟然是她的家乡 莎拉想看看她生活过的地方 想更多地了解吉姆的过去 吉姆顿时非常感动 他们来到山间小屋 正当吉姆准备烧柴取暖时 手臂不小心撞到卢币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手表镜面碎了 这时她意识到 要发生的事情 无论她如何努力 终究还是躲不掉 她满含热泪地问莎拉 如果你有了一天 你会做什么 莎拉想都没想直接说道 吉姆再次被感动 同时她也明白了神秘司机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靠花钱买礼物 而是陪伴在她的身边 吉姆向莎拉深情告白 互相分享彼此做过最愚蠢的事情 最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之后吉姆敞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过去伤痛的经历 原来小时候 她的父亲因为失业酗酒丢了性命 吉姆一直很痛苦 把这件事蛮藏于心 得知真相的莎拉 心疼地安慰吉姆轻声说道 吉姆终于放下了心结 这次的旅行让他们彼此更加深爱对方 但此时两人要回去了 因为今晚是莎拉准备了三年的演奏会 吉姆不忍心阻止 她不想莎拉留下遗憾 该来的怎么也躲不掉 她只能尽力满足女友所有的心愿 带她去玩一直不敢玩的摩天鹅 莎拉从小就有个歌手梦 于是回到家后 她偷走了莎拉写的歌 提前赶到演奏会现场说服主办方 把事先复印好的乐谱 交给每一个人 等演奏会结束后 吉姆走上舞台说 她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随着音乐伴奏的响起 莎拉在惊讶中唱出了 她写给吉姆的歌 异曲过后 所有人都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莎拉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在晚餐时 吉姆送出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上面的每一个挂饰 都是他们经历过的美好回忆 吉姆终于学会了 如何去爱一个人 但时间不多了 在两人离开餐厅后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吉姆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还有太多话实在没来得及和莎拉说 于是她拉住莎拉深情的告白 说完这些 两人都热泪盈眶 雨越下越大 莎拉坐进了身后的出租车 想起女友的车祸回忆 吉姆没有犹豫 一起坐上了出租车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司机 然而命运并没有改变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不过这一次 吉姆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女友 最后莎拉活了下来 可吉姆却永远地离开了 此时此刻莎拉才意识到 吉姆之前和她说的都是真的 是吉姆用自己的命救了她 他告诉我 我教了他爱 爱你 我为你很容易 你只想说 所有的事 吉姆用生命改变了故事的结局 爱一个人可以为他付出所有 只可惜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又会对他说些什么 关注猫君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